在喜樂之時 再歡樂之時 都緊緊依靠你的恩典 那是夠我所有 且得勝有餘 感謝主 你的慈愛 榮光再次吸引我們 來到你面前 一同來敬拜你 聽聽你寶貴的話語 為我們打開西門 單單為耶穌基督 領到我生命的每一天 充足的交換我們 有來自於你的 智慧 仁愛 公義和和平 使我們也帶著 耶穌基督的心香之氣 向世人發出 使眾人看見的 就將一切的榮耀 歸給耶穌基督 感謝天父上帝 也沒有等到我們完美的時候 才愛我們 而是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就預備 基督實價的救恩 成就你美好的旨意 叫我們在末後的日子有指望 那是你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裡得著永生的探望 用基督的寶寫大能洗淨我們的罪 使我們的生命被翻轉 重新來過成為新造的人 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使我們真知大能成為神的兒女 有何等長破高層的愛在當中 生願我們看重與主的關係 透過讀經 透過禱告 更生與主言結 也願我們剛強壯膽與主同行 將你的救恩 分享給更多需要的人 凡寇門等 主就親自為他開門 使更多人得到這上往的福分 也願主親自來帶來永福教會 弟兄姊妹能夠彼此相愛 你的神先愛我們 我們也願意來學習愛人如極的功課 也將教會許多正在進行的事工 將會仰望在主人手中 使我們都能夠不擔心害怕表面的聚會人數 那是更深的可慕神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有更紮實的靈靈造就 讓我們將忽略重擔或卸相交為神 因為祢眷顧我們 祢所成就的大事 願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可以求神今日透過聰宣傳道 來對我們每個人的心說話 願聖靈掌管所有人的心思意念 將一長時間恭敬的排列在祢面前 還是這樣感恩的祷告與祈求 都是奉靠耶穌基督得勝的禮 Amen 我們一起堂驗主導文 國度全力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 Amen Amen 我們在一起念最大的禮禮 禮拜七 你要盡心 盡心 盡力 愛主祢的上帝 這是禮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就是到愛人如己 這兩條禮命是律法派限制一切道理的總綱 攻讀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記載在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二十二章三四到四十節 第二個地方是第七章九到十二節 我們先看二十二章三十四節 我唸一句 然後我會中唸一句 法利塞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路該人的口 他們就聚集 內地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 要試探耶穌 就問他說 夫子 律法上的禮禮 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耶穌對他說 你要盡心 盡心 盡力 愛主你的神 這是禮禮中的第一 寫是最大的 其次 相反 就是要愛人如敬 我們一起唸第四十條 這兩條禮禮是律法和先制 先到理的總綱 我們再一起來看第七章 第九節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婢 還給他食婆呢 求婢 還給他舌呢 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 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母 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 所以無論何事 你們可以人怎樣帶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帶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制的道理 變成的話語都在每個人心中來運行 講道武器 沖宣傳道 沖宣傳道今天主要講的題目是愛人如敬 謝謝 you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